用的葡萄跟我们平时吃的那葡萄 我们去火焰山 我赶上那日子已经不是最热的日子 九月初了 火焰山我们对它最多的了解 是从西游记铁扇公主那一段了解到的 说那个地方酷热 有多热呢 我印章记载着说地表温度能达七八十度 七八十度什么概念 就可以直接摊鸡蛋了 我去的时候也确实热 白天的中午 大概气温在四十二三度 四十二三度那种干热还可以忍受 但湿热是不可以忍受的 你如果说你到江南地区 甭说四十二三度 就是三十七八度那种湿热高温 人就得休克 但干热可以忍着 你比如说你在阴凉的地儿 在树底下站着 还可以跟狗似的哈尔气呆着 还不至于你特难过 那么火焰山南边呢 就是我们的高昌古城 是这个历史上呢 是高昌国 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 玄邓大师 在《大唐西游记》中呢 记载他就路过这个时候呢 被高昌国王呢 这个屈文泰呢 挽留在此呢 要求他为他的子民 就是高昌国民去讲经说法 当时高昌国王是最鼎盛时期 辉煌有钱 全国兴奋佛教 所以好容易逮上这一个 这个大和尚来这儿 好好地给我们讲讲 你想想我们这唐僧是 重任在间 玄奘 执意他就不肯 他就不想 就是我不可能在这儿 逗留 那怎么办呢 那国王不干呢 国王说我给你好吃 好待遇 让你给我讲经说法 你跟我玩这套 不行 玄奘就表示 如果你国王不放我走 那我在这儿就绝食了 表明我的这个态度 那么高昌国王一听呢 说那咱不能干这事 所以就开出条件 说咱们俩干脆这样 咱们结为兄弟 法师呢 您呢 讲经 一个月 这可以吧 讲一个月 不能永久讲 就讲一个月 然后我替你准备 准备什么呢 法符 多少套 黄金白两 银钱给你三万 捐多少啊 马多少啊 普人多少啊 然后呢 我又给你专门开路条 就修书二十四封 就是开路条 让高昌以西的 求此等 二十四国 为什么二十四封呢 就二十四国全部给你放行 我这个大国呀 当时也是大国的政策嘛 大国 我给你开条 那边的各方大主啊 包括西突厥 这些人呢 都护送你去印度取经 玄奘就在这儿 讲了一个月的经 最后高昌古城的啊 这些僧侣啊 大臣啊 百姓啊 夹道欢送 这个国王呢 抱着法师啊 大声痛哭啊 江颂啊 史笔记载 相颂 送了数十礼才回城 那就是依依不舍吧 那么图鲁番 我去的时候啊 那个热的啊 就是 喝水是没有用的 你喝多少水都是热的啊 然后晚上呢 倒是很有意思 它这个温度啊 很有 就是感觉很明显 就是太阳一吸斜啊 就开始温度 就开始降 太阳一下去 顿时就凉快了 一凉快干什么呢 歌舞晚会 新疆的歌舞晚会 就当年啊 三十多年前的歌舞晚会 真都是真情 没有商业利益 也没有人卖票 也没有人说 你卖你吃的 什么都没有 那有吃的 有喝的 喝酒 那喝酒 这不喝醉都不算喝酒 水果 随便吃 当时就非常的就是 让人能感受到这种抑郁风情 你想想 我是汉地去的 在此次去之前 没有去过新疆 所以当时每一次 在人家邀请我们跳舞的时候 都感动的就是 真是热泪盈眶 因为没有利益 你才会受感动 我们今天有时候是有利益的 比如你买票 人家编动 你还想让你买点东西 花点钱 顿时你就不感动了 那么我从 这个图鲁班离开的时候啊 那当时还碰着一个剧组 碰着一个剧组 这个剧组还拍个什么 什么电影啊 那时候电视剧都不行 拍电影 你知道拍电影跟拍电视剧不一样 电视剧推进特别快 就你还能看点情节 那电影半天就拍一个景 看了一会儿没什么劲 就开始找一顺车 就搭着就回乌鲁木齐 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特清楚 有一小卡车 我跟那卡车司机聊两句 我说你往哪走啊 他说回乌鲁木齐啊 我说那我能搭一道吗 说能办 上来呗 就上他那车了 那时候搭车 第一不给钱啊 他也没人给有要钱的意识 第二呢 就是人也没有防范 我也没有防范 所以就爱谁谁就上车了 上车以后呢 这车本身还坐着一个人 我上去以后就显得略微有点拥挤 人家也不在乎 我们一会就回头上车 上车呢往回开 开的时候就到了新疆最著名的风口 你知道新疆有很多很多风口 我们好像经常接长不短的在冬天啊 就能听到新疆风口出的事故 最大的是把火车彻底刮翻 我那天就赶上了我在新疆 那一次四十天里最困难的时刻 有多困难呢 我坐在车上 突然就觉得天黑了 其实天还没到黑的时候 天就黑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起风 起风一开始啊 还倒没觉得 因为你在车里嘛 就觉得温度在下降 它那个破车是没有热风的 因为一开始热嘛 穿的少嘛 然后就觉得很冷 有点扛不住 然后就开始摸行李 那行李本来就没有嘛 没什么东西可穿 然后就在车上冻着 冻着呢 就看到风起来了 你知道那个风啊 很有意思 它跟你在内陆看风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可刮的东西 首先它没有黄沙满天 那个风口全是石头 隔壁滩 什么叫隔壁滩呢 就全是石头 那石头呢 你突然发现啊 这个车除了晃以外 你感觉有风 然后你目力所及 第一没有灰尘 没有树叶 没有满天的破碎了袋 什么都没有 你看不见 你忽然看见那个 隔壁滩上的石头 很诡异的动画 那就是打风 风就能刮的石头啊 满地走 我看到满地这个滚动的这种石头啊 就想起了这个 唐代诗人 大诗人 陈森写的 轮台九月 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随风满地石乱走 我说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感受 如果你在现场啊 那个现场的那个光线是非常透明的 虽然天已经黑了 但是能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沙尘暴 没有雾霾 什么都没有 就看着石头滚 这个诡异的滚动 那个滚动不是像你想的 咕噜咕噜咕噜 跟球似的 不是 就是噔噔噔噔 那么滚着 所以这个 我们看的时候啊 在风口的时候 突然那司机踩了一脚刹车 当时我不明白他要干嘛 那个司机说我要下机场 然后人家告诉我 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可能会被刮起来的石头击中 他下去干嘛去了呢 前面有个车上啊 掉了一根钢筋 那钢筋大概有个两三米长 他为了剪这根钢筋 比手指的粗点 下去以后那人就直不起来了 然后就是那种 匍匐前进 抓着这根钢筋 拿上来以后 就扔到这个卡车后面车厢里 我就觉得这人都不要命了 司机跟我说啊 说如果不尽快的通过这个风口 说如果风力再加大 车的迎风这一面的漆全会脱掉 因为它刮起来的那个上面有小粒的沙子 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它不是那种黄沙满天 是那种黑金刚沙似的那种小石头子 能把这一面的漆全部打脱 说有的车误在风口里 等风过去以后 迎风面全部是没有漆的铁板 背风面还保留漆 说那车看着很诡异 我就想啊 这个古人的诗是写得好 你想想陈森说的啊 风头如刀面如割呀 这你下去以后 那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的感受 我过了风口才敢下车 为什么过了风口才下车 那车上把我冻坏了 冻得我下去想 撒泡尿 撒泡尿 结果在那站着半天没尿出来 我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到了乌鲁木齐呢 这个还没有进城 在一进那个城市的边上 有个小店 卖服装 那时候那种东西叫百货店 那百货店里很有意思 什么都卖啊 日用百货 什么蔬菜水果 什么都有 里头我进去了以后呢 纸着一条裤子 一条紫色的裤子 我那个年月是没有鲜艳的衣服的 我纸着那条紫色的裤子 说不出话来 懂得 就那意思 你再把那裤子给我 我得穿上 然后在人家商店里 把外裤脱掉 把那条 不是棉毛裤 是一种线裤 是一种线裤 我这辈子就穿过那么一个古怪的裤子 先穿上去 然后再穿上自己的外裤 半天才缓过神了 这条裤子我在家里搁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每回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都会想起那段历史 后来有一年 我一个朋友也是到我们家 也是衣服穿少了 走的时候特冷 我就把这裤子送给他了 我说这裤子救过我一命 也救你一命 您就穿着走吧 后来我还隔了一段日子 想去他们家给要回来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纪念 后来想了想 让人觉得怪小气的 就没要 但我今天想了想去 还是应该小气点 把他要回来 那么我从了乌鲁木齐 就开始奔了北江了 北江 北江漂亮 真的是漂亮 我们车开出去以后 没多久过天山 因为车是 在南江都是平面开 到了北江就开始爬山 爬山看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那种 画一样的这种松柏 主要是柏树 还不是松树 都是塔松一样的 那种 说不出来那什么树 都是高山树种 没有树叶子 真叶 开着开着开着 就突然的看到一个湖 这湖叫塞里木湖 你听这名字塞里木湖 有多漂亮呢 我这个没法形容 就是你不看见 不在新疆 坐那样的车 尤其过去的车 没有现在的车好 现在车好 屋里越舒适 你对外面的感受就越淡 如果你这个车里 非常的不舒适 你对外面的景色 就非常关心 那么按照书上一种 一种很世俗的说法 叫璀璨的蓝宝石 我想了想 我也没什么词 能说过这个词 真是一个璀璨的蓝宝石 它是新疆最大的高原湖泊 是个冷水湖 有多冷呢 据说年平均温度只有七度 所以里头都是冷水鱼 冷水鱼长得很慢 所以冷水鱼的鱼肉 都会很鲜 水有多干净呢 我们走到湖边 停车了 走到湖边 喝了一口 那个水 我直接就能喝 我喝了一口 我觉得那个水啊 甜甜的 那么赛利梦湖今天啊 今天已经成旅游地 这个旅游地了 要门票了 我现在就不明白 我现在也想不出来 说那么大宽阔的一个地方 凭什么要门票 它从哪开始要票啊 中国是这样 中国是一个 有很多事不太容易理解 比如自然景观收费 我就不太理解 现在各地的自然景观 甭管大的小子 自个儿随便一圈 就开始收费 还票价很贵 你到国外去 到欧洲去 到这个美国去 自然景观 一般都是不收费的 它收费的地方 一定是人文景观 那人文景观 是因为你有投入啊 所以我才是要收你钱呢 自然景观 倒是大自然赐予你的 你凭什么来收钱呢 我们国家就有意思 连新疆 像塞里木湖这种地方 过去 我今天回想起来 也不知道它从哪开始收费啊 就是你走着走着 突然一大片湖泊 一望无际 你凭什么收我钱啊 我看一眼 你收我钱吗 现在中国的这种 自然景观的收费现象 就越来越严重 而且越来越贵 那么 我到伊犁的时候 真赶上是初秋嘛 特别的美 那种美呢 拿嘴巴说 是说不出来的 伊犁首先它得名就是伊犁河 伊犁河就是光明的一个意思 在太阳下 波光淋漓 这就是光明显达 那么最早呢 记载是建于汉书 史称伊犁 伊犁 以前的伊犁啊 写伊犁 伊犁 就是里外的里 伊犁 美犁的犁 这都无所谓 到了乾隆时期 才正式定名为伊犁 我到了伊犁呢 伊犁跟 就是北疆跟南疆 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 北疆的汉化 比南疆 要这个普遍的多 我到了伊犁以后啊 先看起来小伙子骑着摩托 哗就骑过来 那个年约摩托是非常狂的 因为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整个中国私人几乎是没有汽车的 有摩托已经不得了了 哗就骑摩托到跟前一停 一停就黑我 黑黑就黑我 后来的 我一听他那个感觉 说话那个感觉呢 这个我就说 去过北京 然后那小伙子说 卧槽 就完全就来北京那一趟 我说在北京 待了多久 待好年呢 然后说 伊犁和去了吗 我说还没去呢 他说 那我带你去吧 我看了半天 那摩托 我就没敢坐 你知道啊 这摩托我坐过 太可怕了 人坐的上头 是肉包铁 他这速度 过六十公里时速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恐惧 他们这一开 就开一百公里时速 你坐的后头就要吓死了 所以我就没敢坐 他们就走了 怎么走的呢 就是前轱轱离地 一加油 那都是那个后轱轱使劲 前轱轱离地 轱轱走了 你想我要坐后头 那什么罪过 从伊犁往西走 到新园去 新园草原 新园草原 这新园这个名字呢 本身是个很新的名字 就是新开发出来的这种草原 新园草原啊 它那个漂亮啊 它是跟蒙古啊 跟内蒙是不一样的 内蒙的草原 就是一望无际 风吹草地 献牛羊 是这种感觉 但新疆的草原不是 它是远看有山 近看有河 有树 它在草原上偶尔会长起来 参天打树 有它的沾房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啊 已经是傍晚了 吹烟鸟鸟 那个就是你想画有多漂亮 它那个井就有多漂亮 我就跟车说 停车 我要下去拍照 那时候是文学男青年啊 喜欢拍照 拿着照样机就去了 下着车 就冲着那 沾房就走过去了 沾房那趴着啊 你想想 看着远远的 有一个女的在那干活 旁边趴着一个黑牛犊子啊 然后呢 远处是山啊 太阳快下山了 那个光线都是斜的 有两棵巨大的塔松似的那样的树 我现在都能回想起那个状况 我拿着这个照相机啊 就冲着那个沾房过去 还在那取紧呢 就突然从这个镜框里啊 从镜头里就看见那个牛犊子 黑牛犊子 唐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的时候 同时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声音 在山谷中回响 就嗡的一声 我一看就愣了 这不是牛犊子 是狗啊 这狗啊 你知道大狗啊 它的加速度没那么快 它一开始的动作 在我眼睛里看着像慢动作 就轰轰先站起来 然后开始往你这跑 还叫唤着 然后我就转身 立刻转身往回跑 车上的人就这么喊我 说别跑 站哪 越跑狗越追 我这道理我全懂 但是我的决心和定力 不能使我在那 能够站住 我就拼了命的 按照我的心里想的速度 因为年轻了 还瘦 跑得快 使劲跑 我觉得狗在追上我之前 我应该能跑回这车里 结果后面都听见狗的那个喘息声了 这时候我已经到车跟前了 车门是开着的 他们还挺有眼力劲的 把车门开着 我蹭就上上车 一拉门 那狗轰隆就扑到这车上了 我一看这狗啊 脑袋这么大个儿 你想想 我自己站在那儿 跟他谈判 有这可能吗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不动 不敢出来 谁也不敢出来 然后这个哈萨克那毡房里的 那个妇女 是女的 过来了 我就指着他那狗 语言不通啊 意思让他牵回去 我跟他这样比划 就是 这是狗嘴 你们明白 我指着我的腿肚子 我现在没法指着 你看不见 假如这是我的腿肚子 我就弯着腰 就是 比划说 他咬我 你得把他弄回去 这女的呢 就是把这个狗呢 呵斥了两声 这狗就有点 就是 不达人情的 在旁边转悠 转悠我们也不敢下去 最后这女的 好不容易把这狗 给弄回去的时候 大家说 咱是不是过去再照相 我说我有点不太敢 因为我看这女的 管这狗 管教这狗啊 不那么严格 没有锁着 所以我们就继续前行 这种景色非常的多 我们这一路看到了 下阴的 训练阴的 你今天只有在纪录片里能看到 这个放马的 一群马 这个伊犁马漂亮的 在这个漫坡中 这个马在草原上 跟漫坡中的那个感受 是不一样的 奔腾起来啊 真是万马奔腾 看到了草原上的很多弯曲的小河 还有一些 孽齿类的动物 不知道是什么 一会就钻出来一个 钻出来 很肥的 在很近的距离看着你 眼睛蒙蒙的 伊犁 在新园 我们待了几天 就是 当时还有一个司机 开了一个就是那个 很破的那种北京基谱 三部棚子呢 完了以后就去了 看那斯 北江的最北处 我们今天都知道 看那斯湖呢 那里有很多大红鱼 据说呢 鱼有好几十米长 我觉得都是以鹅传鹅 就可能就是一种 鲑鱼 大型鲑鱼 估计能有个两三米 就不得了了 但是在人的口中 传得非常的大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 已经开始是 九月份下半月了 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很冷 今天 这个世界去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游客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的 你可能走一天都 不会碰见人 所以后来 我就大道恢复 赶在国庆节前 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一落地 飞机一落地 就脑海中 就是拼命地想写文章 可惜啊 我这个文章写了一半 我说过 写了一半 没有写下去 搁到哪儿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在未来 我有没有能力 或者说 有没有心境 把年轻时候这段回忆 写出来 我做这两集节目 新疆 一次南疆 一次北疆 我边说边在回忆 我路上经过的很多事情 其中还有很多事情 我在说的时候被忽略掉 事后又会想起来 那么新疆呢 是我们国家的 以省份而论 是最大的一块国土 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占了六分之一 这一块国土 对我们的国家 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官复猫揭秘 官复秀 谈新疆 一定要谈新疆白玉 这是和田白玉雕刻的一个码头 你们看看这个码头 两腮是有明确的结构 小耳朵如腐皮 嘴唇是张开的 将上吹气的 那么只要你看到这种状态 理论上讲 都是汉代的 汉马 这嘴唇都是吹气的 张开的 封面